杜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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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餐廳都在賣這炸的 都金黃色 對 它就用 反式子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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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式子肪的油脂 特別容易造成子肪肝 會 我們早餐吃的奶油 奶油也是反式子肪油 但是植物性奶油 是含有很多反式子肪的 好厲害 了解了 可是像我們這樣瘦瘦的人 像宇安 竟然也有脂肪肝 所以並不是胖子才會油 對不對 當然喔 跟你飲食態度有關係 我剛剛說油脂高 當然你會認同於是說 會胖 但是其實有些人是不會胖的 那你飲食習慣就不好 你的涉及的主要熱量來 是從這個不好的油脂 還是說從 含糖飲料 之類的就對了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以後 如果有人笑我們說 你好胖喔 不好意思 我只是胖在外面 你胖在裡面 對 好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胖的瘦子 對 那中醫又怎麼樣來看脂肪肝 肝大部分跟情緒壓力會有關係 像現在工作壓力比較大 會容易緊張的人 有剛失戀的人 有沒有 情緒很抑鬱 剛失戀會脂肪肝 真的 情緒很抑鬱 對 肝氣不舒 肝氣溢結在那邊 就像一個水溝轉彎的地方 東西過去又卡在那邊 過不去 你吃一些比較油的東西的時候 剛好就卡在那個地方過不去了 脂肪就開始堆積 感情都跟他過不去 所以為什麼瘦的人會堆積在肝 讓人堆積在皮下 好狠喔 脂肪大家都吃一樣的東西 有些人堆在皮下 有些人堆在肝 就是這個原因 OK 那我真的是高危險群 本來肝又不好了 又熬夜 然後每天還要看業績爆表 那當然會肝爆表 壓力很大 沒關係 這一集你慢慢聽 慢慢聊 聊到最後我幫你確認 到底有沒有肝脂肪 脂肪肝 你可以吃嗎 可以吃的東西 壓力很大 隨時結束 我們就知道要不要把你掛門號 我直接掛比較快 好 不過這個脂肪肝 也許我的肝的脂肪多了一些 吃得好一些 但是最後會怎麼樣嗎 頂多我們就是鵝肝醬 那會不好嗎 最近有一個追蹤研究 420個人 灰酒精性脂肪肝 追蹤7年 裡面就 13個人 變成肝硬化的病發症 包括肝癌 遲到初血 還是說肝昏迷 所以將近這樣加在一起 總共追蹤7年就有8% 將近10%的人 會有變成肝硬化病發症 請問一下 脂肪肝算肝發炎嗎 也是 因為脂肪你累積太多 它會引起過氧化的一個毒性作用 所以是讓它會造成肝臟的發炎 所以它也從肝發炎 肝硬化肝癌 肝癌 肝癌 對 這個非酒精性的也會 酒精性更糟糕了 酒精性會說 10年就可能會被你肝硬化 然後肝硬化的有20%會變肝癌 所以是讓酒精性的更可怕 了解 所以瑞琳有過這些比較相關重病的案例嗎 有一個37歲的男生 他們家人都是胖胖家族 所以原則上媽媽胖 爸爸胖 孩子胖都是一樣 因為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是看到胖胖的人 沒有什麼差別 那有一次在晚餐的時候呢 那個兒子就吃吃吃到一半 突然昏倒了 昏倒了之後 家人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 那醫院檢查開始發現到 他是小中風 那他會開始為什麼去檢查他的小中風 原來在找找找找 你有高血脂 你有糖尿病 他從來沒有做健康檢查 那你的糟糕 你的脂肪竟然是重度脂肪 他說你再來不來的話 你的脂肪肝就要變成肝癌了 所以他是因為這個小中風 讓他發現原來他是一個重度脂肪的 然後他們全家這個胖胖家族 然後再一起去做檢查發現 反而他爸爸媽媽沒有 就是做兒子有 為什麼呢 好吃的都給兒子吃了 對 然後雞腿給他吃了 你知道嗎 就會變成這樣子 愛上反而害了他 對 反而害了他了 好 不過呢 這邊你要看一下 你以為你不會有脂肪肝嗎 脂肪肝它到最後肝癌 最後可能會有致命的危機 其實很嚴重 是 容易忽略造成脂肪肝有以下幾種原因 好 好啦 我們看第一個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愛吃肝 走 好好吃喔 反而雙肝啦 鵝肝粉肝豬肝 我們這樣講認肩豬肝 多好吃啊 對 但是我們定義一下不是只有肝 因為肝是內臟的代表之一 所以我們說愛吃肝 或愛吃內臟的族群 內臟都是 內臟腸子也好好吃喔 真的嗎 對啊 只要有看到我都會點 就凡是什麼鵝肝豬肝啊 安康魚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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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啊 安康魚肝啊 你有沒有吃爆炭的 你給你 有 安康魚肝放在上面 一大厚厚的一塊 表面稍微烤一下 油脂溶進去那個壽司 小心脂肪肝啊 我們每天一定是 有脂肪肝的人 這很棒 油脂溶掉 太好了 你是只要逢肝必點 還是其他內臟你也吃 逢肝必點以外 遇到內臟我也吃 我放過 對啊 因為盤子也好吃啊 豬肝嗎還是什麼 只要肝內我都喜歡 而且你知道豬肝 就是媽媽都會說補血 對 而且它後肩的時候也好好吃 那阿布呢 阿布你也愛吃肝嗎 我超愛的啊 就是只要內臟一些 能吃的啊 一些肝啊 甚至腸類的我都吃 腸類也算內臟 算吧 麻油腰脂是不是 好吃 我會腰脂吃 而且這個我還會自己在家做 你知道嗎 我會有這種 對啊 光菜市場就自己買回來做啊 對 腰脂也是要預定的耶 對 會沒在做 你看我厲害成這個樣子 真的 喜歡不吃而已 你們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聽不懂 你太可惜了 待會兒我們帶你去吃 帶你去吃 不是脂肪肝還帶我去吃 陳醫師要阻止他們一下 為什麼吃內臟不好呢 為什麼會殺肝 我看到寫愛吃肝 大家以為說中醫要補什麼就吃什麼 對 吃肝可以補肝 錯不對 中醫 對 中醫講說肝組疏 以蟹為補 就要讓它氣越疏通 你就越補它 或不是越讓它補很多氣進去 你反而在害它 對 給它太多營養它需要去解毒 所以代謝那些營養反而是在害它 這樣是不對的 對 就像水瓜把它清通 你不是再堆一堆東西進去 不是倒很多水進去它就通了嗎 真的喔 你先把它排掉再說 所以內臟有特別營養是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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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油嗎 它的脂肪特別的高 完全沒有營養 沒有營養 內臟就高膽固醇 就好吃而已 不只是說講到內臟 就高膽固醇 高脂肪的東西 另外像雞皮 鹹酥劑那雞皮 炸一串雞皮 炸起來跟餅乾一樣 對 又油又香 又脆 因為你沒有東西 沒有油 你炸不脆 煎不脆 煎不香 所以你發現到你說的鵝肝 油上加油 對 你就算不放油 你乾煎有沒有 它千萬沒有叫你放油 它那個表皮才會脆對不對 那你有看過這個炸雞皮裡面 還要先抹油嗎 沒有抹奶油 對 就直接 因為它本身在內臟上面 小腸大腸也都這樣 旁邊都已經附著了油 所以它的脂肪量特別多 那你吃了它 等於是把它脂肪給吃進去了 對 它粉油膩 對 在讀物學的觀點來講是 吃什麼 吃什麼 吃雞心我們傷心 有可能 吃雞屁股 雞屁股 雞屁股 我常說我最近屁股不太舒服 雞心啊豬心也是高膽固醇 但是肝是讓它本身不只是膽固醇油脂的問題 因為很多黃極毒素 會累積在肝臟裡面 因為黃極毒素是用肝來代謝的 但是它代謝不掉的話就會累積在裡面 所以內臟裡會有黃極毒素 對 黃極毒素不是只有玉米有嗎 不會 其實你餵豬吃 餵牛吃 花梅呢 你會餵它吃 你會把它飼料放在冰箱裡 那不可能嘛 所以事實上不只是肝 連腎裡面就有蔗極毒素 所以其實台灣養的豬 大部分都有慢性腎炎 結果是蔗極毒素引起的 是喔 肝也是一樣 黃極毒素是累積在裡面的 不只是黃極毒素 像我們的代奧心啊 多粒連本 是含氯的這些東西 會累積在肝臟 因為它 要二三十年才會代謝掉 它在哪裡 肝臟是一個最重要的器官 所以它為什麼它首先就會造成肝病變 黃極毒素就是肝硬化肝癌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所以事實上像廣西省三分之一的肝癌 是黃極毒素引起的 這樣喔 那我們愛吃花生的不就 喔 那要小心 完了 花生要吃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代殼真空 像那個烏魚籽的話 是不是也算是 哇 那個很軟 好疲憊 皮的角度來看 終於講了皮管是代謝嘛 那現在生活習慣都熬夜啦 比較勞累 皮會比較虛一點 讓你代謝功能就會降低 那除了烏魚籽以外 其實蟹紅最恐怖啦 蟹紅 蟹黃也好好吃喔 大沙現在蟹黃 因為螃蟹很寒啊 蟹高那些 蟹高那些 趕進去就先傷到皮了 讓你皮的運作開始變慢 中間那個馬達讓它轉慢一點 你就丟很多膽固醇的東西下去 這樣就堆積起來了 陳太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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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麼喜歡吃那些蟹黃 可是我們不是說 喝點什麼那個 酒乾酒 喝薑茶 薑對啊 就可以補回來 是真的吧 幾乎我們所有的寒糖飲料 都是加這個 玉米糖醬的果糖 結果我發現 我們腦部的這個血液循環 在我們飽足中施 完全不會改變 換句話就是說 你吃果糖的人 沒有飽足感 他會一直再去吃其他東西 好